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担心也担心不来 然后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 所以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然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资 如今会便宜 我们还可以不要起家 没有办法的 因为 就是到时才打算 为了生活也是要做 我爱你 好 谢谢 你爱我还是不? 是 黎晏萍每天都会为丈夫准备三餐 很辛苦 你看我整个人就潮水的老了 我也是要每天跟你讲 不过她这样的情形 哎呀 没有办法了 一定要 要照顾她啦 要爱她啦 她给我 全部都很好 我已经很幸福了 我也是她的生命 50年了 80岁的许荣发患有帕金森症 肝硬化和高血压等疾病 今年5月 她因为发烧和肤痛 她因为发烧和腹痛 到黄庭芳医院检查 发现有胆结石 我的神真痛啊 神真 没有力 痛到没有力 后来 我叫安门带我去医院 平时每天罡75年了 没办法 痛到两天了 我很怕 医生说 她的 肝肝也很肯定 但是她现在有生 那个钢子了 就是 所以 痛到 她 很丰嘘 这样 ほとんの疾病 瘾病 把好重症 后来,徐老伯选择在居家病房计划下回家治疗。 现在他要考察先,然后到了下个月看他的情形,如何才来决定要不要治疗。 今年4月,居家病房计划被纳入公共医院主流医疗服务。病患不用住院,而是回家接受治疗。 卫生部是在2022年推出居家病房试点计划。 国大医学组织旗下的所有医院,连同新加坡中央医院和邱德拔医院参与其中。 截至去年底,节省了大约9000个住院日。 照料徐老伯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的居家病房医疗团队。 他们早在2020年就实行了居家治疗的服务,有大约4000人受惠。 病人接受的治疗其实跟住在医院病房接受的治疗差不多一样。 我们的护士会到病人的家帮他们掉水、掉抗生素、抽血。 而且我们的医生也会天天寻访。 我们的医生可以用视频跟病人沟通。 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亲自去他们的家探访。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24小时的热线, 让病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跟医生或者护士联络。 拍摄当天,刚好是徐老伯在家里接受治疗的第五天。 今天我们帮Uncle Cole做了一点身体检查, 然后帮他输入抗生素,也观察他的伤口, 帮他洗了他的伤口。 他的境况今天还不错,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地观察他的情况, 然后看他姐姐可以出院。 姚总维说,适合加入计划的病人当中, 有大约三成并不愿意在家里接受治疗。 大多数的病人都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满意, 因为他们觉得在家的治疗会非常的舒服, 还有他们有家人的陪伴。 病人不参加的原因, 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都想要在医院继续地接受治疗, 或者是没有信心可以在家里照顾他们生活所需。 许倩文医生说, 并不是所有病患都适合居家病房计划。 我们主要要考虑三个方面。 第一,病人的病情要需要接受住院的治疗。 第二,他们的病情要相当的稳定。 还有第三,病人或者他们的家人有信心在家里照顾他们的生活所需。 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地改进和调整这个服务, 而且要扩展到不同类型的病人。 比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只是照顾一些比较简单的, 好像比较严重的细菌感染,或者尿道感染,骨痛热症之类。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照顾一些手术之后的病人或者癌症患者。 让他们提供这种居家病房的服务, 可以在家里接受住院律师的治疗。 徐老伯觉得,在家接受治疗比住院治疗好多了。 家里是我服务他,假如我不会做, 他就叫我这样,这样。 那个量度帮他弄了, 然后就拿一个书写他的体温。 第二步就是他的手术, 然后第三步就是眼皮。 眼皮。 试试,有没有发烧这些。 通发,OK啦。 发烧没有啦。 实际上发烧很高,通到。 他的心里变得很惨。 他把那个针下去, 我真的哭出来。 他也说,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生活里非常好。 只是生活短, 时间很快,真的。 我爱你。 OK,谢谢。 你爱我吗? 是吗? 是吗? 在家治疗,医药费怎么算? 价钱方面上, 住在居家病房的医疗费, 其实比医院病房的医疗费会少一点。 生病就要看医生, 有时候还得住院治疗。 可是如果可以选, 公众会想要在家接受治疗, 还是入院观察? 家里吧。 因为我觉得家里更舒服一点。 我认为是医院, 因为是在那里, 所有的工具都充足。 医生能够上门治疗的话, 那当然好, 也可以不用排队。 去到医院的话, 毕竟是说, 有一些互相的交叉感染。 要点地震的话, 这个是严重。 如果这样, 我要住院。 我有朋友就回家, 结果跌倒了, 在家里。 家里比较好, 因为家里有亲人。 医院, 我比较喜欢那个环境, 你随时可以叫医生或者护士来帮你。 还有, 我进过医院, 我做过手术, 所以我觉得在七天的话, 还好,医院。 2019年, 邱德白医院推行类似登门看护的服务。 2022年, 医院也加入了居家病房试点计划。 2022年到2024年6月, 医院一共为728名病患提供这项服务, 也因此省下了3640个住院日。 这家病房可以缓解医院床位短缺的情况, 使医院能够将床位分配给更危机的病患。 它减少了对医院设施 以及其他住院护理相关的成本和资源的需求。 年满16岁以上的病患, 如果需要入院, 但是病情适合在家里继续接受治疗, 可以选择居家病房。 上个月,张志强因为蜂窝组织炎, 而到邱德白医院就医。 他说,当时没有准备入院治疗, 所以当医生提出居家病房计划时, 他欣然接受。 我只帮他打一针就回来了,你知道吗? 结果他说你要住院, 那时候我就担心,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拿, 我生活用品都没拿, 我怎么办呢? 当时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当时医生说, 他要给我做X-ray, 然后加上血测试,对不对? 后来,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 他建议我抹药室家病房计划, 我说是挺好的。 只要是我的保险能遮掩, 我是可以好的。 邱德白医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表示, 居家病房的收费不会比住院的高。 病患也可以利用保健储蓄、 终身健保和综合健保计划等支付医药费。 价钱方面上, 住在居家病房的医疗费 其实比医院病房的医疗费会少一点。 在居家病房所需要的资源, 也是比医院所需要的资源会少一点。 虽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病人的家探访, 但是不用向医院在建筑的管理 还有维修方面来消费资源。 而且我们也可以按住我们所需要的 来调整人士的分配。 居家病房已经被纳入医院服务的主流。 在这个计划下, 病患同样能获得津贴。 病患所需支付的费用不会高过医院的住院费。 李志宏从事房地产业。 上个月初, 他同样因为蜂窝组织炎而入院。 他说, 刚开始发烧, 连续两天到家庭诊所问诊后, 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 到乌兰医疗园急诊部就医。 住院一天后, 他选择加入居家病房计划, 在家继续接受五天治疗。 最大的分别就是, 自由很多。 第二的就是, 每天都是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因为在医院的话, 偶尔他们有来。 而且, 一些工作上的东西, 其实还可以在家里做。 因为我是从家。 这个居家病房的服务也是蛮 premium的。 虽然我看的是脚的问题, 但是, 他们发现我有点轻微的咳嗽。 他们也是去拿那个药, 咳嗽的药拿到来我的家。 虽然医疗团队每天都会上门问诊, 但是李志宏觉得, 病患必须要懂得自律, 同时不能随意出门。 你要很discipline, 就是你要自己量血压, 然后量体温, 就是每天就是定期要做三次。 做了之后还要填那个online的表格上去, 就是我set reminder, 就是记得做这些测量。 虽然在家里, 没有医疗团队在家里看着你, 但是他们有说, 还是一样当你自己在医院, 就是你不能出去外面。 就算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还是什么, 你还是不能出去, 就当家里是一个医院这样。 乌兰医疗集团在回复前线询问时说, 团队会要求病患呆在家里, 并且随时能够联系上, 如果期间需要出门, 也要通知医疗团队。 受访医院表示, 接下来也会让更多病患享有在家治疗的好处。 我们的计划是分端式的增加到60个床位。 那经过几年, 我们得到了良好的成绩, 例如提高病患的满意度, 病患也得到更好的康复, 以及降低了院内感染和并发症的风险。 上周拍摄银河的老伯, 刚退休时, 怎么克服落寞, 找回生活的动力。 有点像张学友的歌声, 有点泱泱得意。 还记得她吗? 前县上周所访问的银河摄影达人蔡树仁。 她今年72岁了, 五年前退休后开始学习拍银河。 这天, 前县编导走进她的生活, 看她的一天怎么过。 我是在1974年,75年, 开始在医安理工学院担任机械工程系的讲师。 我在医安总共服务了44年, 到2019年才正式退休。 以前脑海里就在想, 我会不会像他们孤独老人这样, 在家, 就看着电视, 流出口水。 老人痴呆症那种, 这种情况会发生。 所以我那时候有点恐惧。 但是呢, 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你自己要这样子做吗? 所以我就决定, 我应该大出来, 做喜欢做的事。 蔡树仁年轻时就对摄影产生兴趣, 但到了退休后才有时间追梦。 我唯一的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摄影。 从我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就捕捉他们生长的过程。 这个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跟了一群朋友去到了沙巴的一个古达镇。 那个乌云很多,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那个体验是我毕生难忘。 所以我就决定, 我喜欢这个东西, 不如我们就开始走这个银河的道路, 继续拍下去。 几年下来, 他把拍摄的照片出版成书。 我的理想是说, 终于有一天, 我的照片能够在人家的电脑屏幕上看到, 做他们的wallpaper。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最感到骄傲的事情。 我喜欢传授我自己所制造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 即将我懂得怎么拍了, 我应该拿这个机会来传授给别人, 让别人也分享我的快乐。 所以我就决定带团去明当岛, 做这个银河摄影的一个旅程。 闲暇之余, 蔡树仁也喜欢唱歌。 两年前还参加过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的比赛。 以前我唱歌的时候, 他们其他人在讲, 我是有点像张学友的歌声, 所以有点泱泱得意。 但是呢, 真正表演出来表演是没有啦, 就在家里唱啦。 在2000年以后, 我看到有黄金年华的节目, 我就在想, 要不要我去试试看。 但是呢, 到那时候还在教书, 唱得不好的话, 学生会笑, 所以就犹豫不借, 就没有上枪。 到了退休那年后, 我就觉得, 大胆啦, 我们去参加看。 蔡树仁不抗拒科技, 熟练地掌握了用电脑剪辑视频 和修改图片的技能, 还热情地示范给编导看。 这张照片呢, 看起来是一点, 不是很漂亮, 银河不是很明显, 然后, 这些人的背景也是很模糊, 也不够亮。 所以我就示范一下, 怎么把这个银河的亮度当大, 然后, 弄那个颜色出来。 我用的这个软件叫做Photoshop, 所以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 我用这个软件叫做Curve Adjustment, 我用这个2来点一下银河最亮的地方, 然后拉上。 我一拉上的话, 你就看到银河马上就亮起来了。 为了保持身心活跃, 她也经常运动。 她患有高血压和心律不整, 需要经常服药, 但这并不影响她做运动。 前一阵子就是去跑步, 慢跑, 去做一点软身运动, 在我们的童园那边。 但是后来呢, 就觉得, 我可以做多激烈一点的运动, 帮助我新的那个肺活力。 所以我就学了, 怎样做Tabata Exercise。 这Tabata是说, 能够帮助我心跳比较正常。 所以我觉得, 做后呢, 我觉得我这个心跳的问题, 渐渐的好像消失了。 所以我很高兴。 上个星期的节目, 蔡树仁组团跨海拍银河。 这晚, 她带另一组人到铁道走廊练习, 为下一趟明丹岛之旅做准备。 这些摄影发烧友, 一些也是退休人士。 他们退休后, 对生活有什么向往。 退休四年, 主要拿相机走走, 消磨时间就是这样。 因为我太太做工嘛, 所以一个人在家里胡聊, 没有等一下乱, 乱乱头脑, 头脑等下会痴呆症, 所以要活动一下。 我还在做工, 应该是明年是退休了, 所以退休有多一点时间, 太银河、太鸟咯。 还可以去走走别的国家去走咯。 世界很大, 是没有办法走到完的。 无奈天不作美, 云块遮住了星空, 无法捕捉到灿烂的星空。 尽管如此, 但大家说说笑笑也尽兴而归, 预祝他们接下来 能在明丹岛拍摄到璀璨的银河。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